回到国内来关心武汉肺炎疫情延烧重创了观光旅游业 日前交通部长林佳龙有说 他在积极研拟措施要来协助旅行社业者渡过难关 不希望旅行社要放无薪假 没想到现在喜红旅游却在10号开始宣布他们放无薪假 但对此业者又出面驳斥 表示现阶段只是要鼓励员工趁着淡季休特休 因为根据的经验在疫情结束之后 会来到一波旅游的高峰期 到时候如果想休假其实很困难 无薪假方面只是在严拟好方案 一旦疫情越拉越长才可能动用 希望说他们能够不要去裁员或放无薪假 武汉肺炎疫情延烧不少路团取消重创旅游业 交通部长林佳龙日前受访才说 希望旅行业不要放无薪假 没想到才过一个周末假日 就传出喜红旅行社开第一枪要放无薪假了吗 我们目前是都没有说一定说要去放这个无薪假 因为目前来讲就是说因为我们目前还有单子在 强调只是鼓励员工放特休 无薪假部分目前只有拟出方案 毕竟疫情影响光是四月前取消的团损失就已经五六千万 再加上邮轮顿损失可能破亿 就怕疫情持续延烧才会拟出无薪假方案 包括高阶主管减薪停止招募新人 二三月广告暂停 另外员工也可能实施每周三天班轮班排休 两天武汉疫情假等等 不只喜红旅游 五福旅行社也鼓励员工拟定休假计划 安排特休 因为过去经验 未来疫情结束可能变成旅游高峰 员工恐怕忙翻 观光工会也表示 有积极跟政府机关研议因因措施 包含让旅行社员工进行教育训练拿补助 或是减免一些营业税等等 业者乐观其成 疫情延烧观光冲击 旅游业摇压撑 只盼观光寒冬早日过去 最后一天跟台北上报道